在马来西亚新山的一家私人制衣厂业主 不认医护人员因缺乏足够的防护衣 而暴露在可能带有新冠病毒的工作环境之下 在此即时业家的鼓励和引荐之下 或者捐钱购买布料 还带动员工一同用针线来为医护人员缝起一道道的防护网 以降低他们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同时也透过素食来祝福穿上这些防护衣的医生 护士们能早日战胜疫情向病毒说再见 自从行动管制令生效之后 控制了半个月的厂房准备再次启动 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做生意 而是义务为医护人员缝制防护衣 你一定要有正统的医院的信 允许我们才可以做 然后再来就是原料方面 我们没办法去找这个PPE的原料 但是如果你讲要线那种橡根 我们工厂是有 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有人来引导 引导我们的同事 裁剪啊车之类的 我们完全是零经验 我们也担心把东西做得不好 不能够用变成又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当我们看到医生副事总在前面为大众 他们甚至是连衣服 因为脱了 他就不能再放上去 就不舍得换 导致有些生病 甚至是没有了 这个是我们最心疼的地方 先照顾好他的健康 他才可以为大众 他的家庭 他才可以放下心 这个是我们所要做的 把工厂上上下下清理干净 再将工具一一消毒 外籍移工开始将布料裁剪开来 我们也是有整个那种去砖剪塑胶 新的 不是这样的刀 是它的刀有波浪波浪的 所以我在试看 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 将布裁剪好 再送往24公里外的另一间厂房 进行缝制工作 大概是要车 暂时是500多套 它是分不同的部门的地方 其他一个地方是裁剪 裁剪才运过来这边车 是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能够帮得到什么 我们就帮什么 然后要清洁 等下清洁消毒 我们都会做 有了专业的设备 和经验丰富的车医员 大大提高了 制作防护液的速度和产量 肖大哥就WhatsApp了一个影片给我 我就觉得有点够力 用手来剪 这样剪一件一件 然后又这样针车 普通针车这样车 我说 这样做要做到几时 外面好像又要几千件 或者上万件 这样真的很难 过后肖大哥就鼓励我 叫我扛起来做 我曾经参观过他的工厂 然后看他们是机械化的一种裁剪 速度很快 也因为这样的因缘 所以我就想到说 可以不可以说来牵引一下 不只帮忙缝制防护医 制衣厂员工也配合志工们的宣导 发心如素 希望以最虔诚的信念 给医护文员送上满满的祝福 这个疫情的时刻 很关键的时刻来 希望能够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 说我自己个人能够做一些什么 那次数 就是我能够 为这个地球 为这个环境 带来一些环保 带来自己身体的健康 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那也希望通过这边 能够给他们引导 来一起吃素 甚至自己吃了素 回去身边也引导 其他的亲戚啊 朋友啊 孩子啊 也一起来签素 这个是达啦 他们 他们喜欢吃的那个达咯 试试了他们的口味啊 我尽量做到是 要配合到他们的口味 但是我还没有煮过他们 我们知道咯不咯啦 哇 今天的食物很棒 很好吃 每一餐都是很好吃 感恩师姐的用心 给我们吃到这么好吃的素菜 和你的胃口吗 很和我的胃口 用晚餐 在前程祈祷 不只祝福疫情能早日过去 也给接下来缝制防护衣的工作 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大海新闻 珍珍美之公 马来西亚新商报道 请不吝点赞 师父 带来满的 明天 还可以 到这里 便宜 在那边 在有缩量 排